Hello 大家好我是MK 歡迎回來時鐘機關殘影之夜 張明時 一段時間沒有見到是時候玩這遊戲 那上一集就講到...其實我也不記得了 就是講到我們去質問校園長到底那兩個人是誰 那個噴香水那樣很長的好像貴族大小姐的女生 還有她那個...不知為何是女性女人配音的管家 其實真的不知道是甚麼事 這兩條都很奇怪了 整件事都是有些陰謀 校園長有一個困我們又不知做甚麼 那就...話也不多說吧 看看劇情 都很奇怪 我都不知道到底發生甚麼事 進入校園長失氣勢洶洶提出質問 結果校園長在滿不在乎的笑著回鬥 不要放這些危險的客人亂走啦 用一隻手揮碗的制止住口氣很充的我 茂子這樣聞到 凡恩貝爾格...很長的名字 其中一個名字 明門的家主 你... 所以...裡面的魔法都是用香水來做回家 實際上是香水和薬藥 使用魔術藥的調合著魔術師 那是...那香水是魔術藥嗎 難道劃哥跟著他旁邊的管家都是魔術師 我沒聽到過 但... 牌恩貝爾格爾家的文化 所以... 可能是這樣吧 那個... 震一下眼神已經嚇到的男主 我不敢上去抽那個人 雖然說最近只要去咖啡廳就可以看到 偶爾我都會在想你住的地方到底有幾偏僻的 到底住在哪裡呢 被人用冰奶的語氣斥責 我跟阿遠方王的合同對口 那... 到底... 是... 拜託... 拉茲利特封印 而那件道具 現在正在這個校園裏被封印的遺品之一 是來找祖母封印的遺品嗎 但有什麼方法是有什麼方法? 方法呢 方法 所以 特差分質に頼んでおけば ミストが出現したら回収してくれるから大丈夫だよ 啊哈哈哈 特差分質? それは一体… ミストが出現してしまった場合回収し封印する部署だよ 彼らに頼んでおけば出現し次第すぐに回収してくれるさ 那為什麼最後會弄到我們呢這兩個人 確認した方が そうね お手紙を拝見しようかしら 就是為了這麼無聊的理由來做這些事真是很莫名奇妙 這兩個人 特差分質とかいう人達には まだ私達のことは言わないでくださいます ほー このワンが? それで その分質というのはどちらに? シカだよ 図書館の奥にある 図書館にはリトという子がいるから わからなければ彼女に聞くといいよ 哈哈哈 というわけなことだよ 哈哈哈 有這麼好笑嗎? 有什麼有這麼好笑? つまり その香水はお手紙拝見ということですか? ひどいですよ 大変なことになったんですからね 主要是對我和奧基都是重物小夏 あとムラクモ先輩も 那個只是自己控制 別管他 密知 ひどいよ お手紙拝見 お手紙拝見 スケープ号と二人が巻き添いになり 魔法陣の魔力供給に 支障が出る恐れがあった可能性について どうお考えなのですか? はい この決定は本当に草失 本当に草失 この決定は本当に草失 ははははは すまんすまん すまん まさかあんなに直接的手段に出ると 思わなかったのだよ なあ ニノマイク チー 再講一次 これ不是何好笑的事 全面的に同意します いやー 不幸な事故だったね あはははは この人は完全に迷信してる 言語この人は何も難しい そうだね 早々夜の世界も見られてしまいました それは確かに こちらの大変なミスだったか もう見られてしまったものは仕方がないよ ただ 下原掌面上の笑容 一下消失得無影無中 看下手是沒問題的 小霞昨日為了送我過去 有一瞬間出現在兩個人面前 但講到應該是視線的死角 講話的時候聲音都很細 所以應該沒問題 很難說這傢伙這麼麻煩 可能真的會因為小豬絲馬跡爾 在這裡找到最後的答案 那是當然的我們會注意 嘩誰記得住這麼長的名字 誰記得住 之後要去找黎塔問 帽子面上面寫滿了 再繼續問下員長都沒用 不如說只會令自己更加疲勞的表情 阿密好悟因為時間結束了 於是我們決定放學之後 去圖書館買黎塔之後就暫且解散了 為什麼還要特意找黎塔呢 他不直接跟我們說 真是多餘 放學之後捉到剛剛要去分室的雲村 四個人一起向黎塔所在的地方走去 將大致的情況說了之後 雲村不出意料地露出了極為不愉快的表情 雲村又是醋底傢伙 一定衝上去打他 是很隨便的 是很隨便的 完全不會背叛期待的人 小静静 事情是不完全背叛期待的人 是很shi 就是早知道你的矛頭隻會瞄準那裡的意思 對呀我想男主角也知道 弄出什麼了 很瘋了 wer rock 我們不是來問麗塔到底這個遺斌是什麼來的 問到這個樣子 好 雖然某指用放揮在說真是頂你不順的目光 默默了一眼但最後還是什麼都沒有說 而是向著書家深處的麗塔答話 群擺慶瑤抱著巨大圖書的書本的麗塔在書家那邊轉過身 那到底是什麼來的 Lagwestia DoloteaからLazritに封印を頼む為に送られてきたもので 又是奇奇怪怪的名字來的 大きな温鎖の形をした強力な武器よ 陰叉的名字嗎 不明白陰叉 即是怎樣 武器 波紋状に音波を放って 周囲の人間の魂を振動させ 行動不能にする武器よ 嘩你拿了這麼危險的東西想做什麼 聞き目があるそうね へぇ そんなの出てこられたら困るよね 可以在這裡猜一猜就是 將來這個遺品走出來的時候 只有男主角不會被控制 因為這裡只有男主角是完全沒有任何魔力的 到時候拯救世界就要靠男主角 我已經猜到 猜到一段劇情了 どうして ミストは誰かの願いに惹かれて出てくるものです 他人を直接攻撃したいという 物騷な意志を強く持つ人がいない限り 呼び寄せられません ああ そっか それ あのお嬢に教えてやれば まず宝物庫から出てこねえぞって 這個設定真的很有趣 要你想要的東西才會被你召喚出來 其實遺品本身的concept也很有趣 挺好玩的 是一個很抗展劇情的東西 你覺得他是那種 因為這樣就會放棄的乖寶寶 そもそも 学園長から宝物庫がどういう仕様か聞いてるでしょうか 亦都是 看來滿心想一直等到那個東西出現 真麻煩 在旁邊偷聽 這個死靚妹 蛤 某指打斷我的事對著我背後的說 原來你們也在 帶著太然自虐的態度 帶小姐管家路也在書街陰影中現身 素晴的造章 素晴的 素晴的 之後就好像在說我們的存在怎樣都無所謂 他們開始遙望著整齊排列的書籍 這樣向麗塔問到 這個 読ませていただいてもいいのかしら 持ち出さなければ そうですか 分かりました これは楽しみが増えたわね ルイン yeah 點頭同意管家即管面無表情 但都用搖有興趣眼神 騷擦著各種書籍 講來校園組好像講過 他們是摩斯斯家族之類的東西 念のために 改めて申し上げますが 何かしら 穢探しのミストは 宝物庫から非常に出にくいどころか 出てくる可能性自体が低いと言わざるを得ません 嘗嘗無用 跟他們講這些無用 浪費氣 気長に待ますから お気になさらず 那邊都思豪無跃回去的樣子 貌似送了見用眼神表達快手的意思 吹速著我們離開 即是放了兩個炸彈在旁邊 這兩個人不走的話 暫且無理大小姐他們 我們先去分室 發生什麼情況 那兩個人肯定會插手進來 正當我們這樣說的時候 始終塔韓器中聖宣告夜晚的到來 そういえば 那兩個人 夜の世界には ずいぶん興味を示していたようでしたね 為了防止他們插手 是否應該先警告他們呢 そうですね 立刻來了他們是不是 敲門聲響器幾乎同時 門被打開了 在門後霧出來的 是戴小姐和她的管家 在門後霧出來的 是戴小姐和她的管家 說一下 即管嘴上這樣問 但他們根本沒有等我們 回答就自顧自己走到室內 東張西望環固著整個房間 啊這個人真麻煩 想怎樣 對了想怎樣 聽到這個問題 我也忍不住要問 她是否在外面偷聽我們聊天 我們 不會跟她說吧 根據校園長所說 那個人似乎是另一個世界召喚過 我們得知的說明僅此而言 就是怎樣說 都不可能把那個處於 昼夜夾風間 存放魔術的空間說出來 所以茂子都沒有提到這件事 你不 正常人都會覺得波斯二 但問題是心夠你都沒有意思 聽到某子的說明 大小姐顯得稍微有點興奮 韜韜不住起來 的確不會 面帶複雜的表情 某子表示同意 她一副雖然不喜歡被人煽動 但自己感覺到移民確實 事實無法否定的樣子 你不是想叫我們一起 跟你去探索一下 你這瘋癲 你不是想叫我們一起去探索嗎? 你這瘋癲癲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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跟他沒有看見 мен如果這樣問 真的 emp的意思 你這樣說實在真的是 鬼鬼的 短免會不知道世界家的人 你是怎樣 是假的 你跟我們講都沒用 芳芳將轉身想要出發去問人的大小姐攔下 用我不知道發生什麼事的理由來阻止 用我可以理解你的感受來安撫 簡單來說就是用下面那個就是增加他的好感度 用上面那個就是一般情況下會用到 到底走不走這條路這條線好呢其實 我都幾有興趣想試這個大小姐嬌修的時候是怎樣 可以試試走那條線的OK 雖然不是特別喜歡他 我可以理解你的感受 但請你冷靜一點 我們這邊也同樣有興趣 正因為這樣才不可能露望行事 校園長都說過絕對的寶物 可能真的發生一些不妙的情況都說不是 所以麻煩你不要那麼直接去問令學生產生混亂 但為何我們要做這些事呢 果然會發展到最後是這樣 我猜到了 在韜韜不絕的大小姐身邊 管家不知為何忍著笑 做什麼事呢 嘩 突然爆一句驚人之語 如果我還未來一次感嘆 讀案管家就開始好像決題 湯湯湯湯湯 嘩 什麼事 做什麼 你不是管家來的嗎 大哥 做什麼事 發生什麼事 發生什麼事 我自己都不知道 神經病 這兩個人是這麼奇怪 神經病 嚇閒神經病 命令收聲之後 還要破口大馬 管家出乎意料 老實地 這樣 如果我在這段時間 只會阿賢看著這個互動 怎麼了? 我也想問到底怎麼了? 聽說是名門的大小姐和管家 到底什麼?出乎意料 原來還打算回到我們這邊的世界 如果不想令她暴走 那就有陪著一起來的意思 最後都是一起去了 雖然很想當著沒有看到直接回去 但畢竟真的要令她暴走 真的太好痛了 走出發生一體 剛剛好趕上了課間休息時間 學生都從教室入面走出來 又看走廊見到這兩個人 兩關都是二連級的學生 因為之前捲入了遺品相關的蘇洞和我們熟識 看到無言走了一禮管家 射像學者發出了歡呼 超級厲害 超級初見到 正在向大小姐介紹兩位前輩的時候 耳邊傳來了一段跌跌跌跌跌的腳步聲 另外一個我們熟悉的學生都走過來 風女屋丁綿子 她是一連級的學生 應該說喜歡做夢好還是怎樣說好 總之是一個有趣的人 為什麼你又知道 總之都向風女屋介紹了大小姐 她們是校園長的客人 在說不定 那種是甚麼名字 那種的名字 那種的名字 另一種名字 是Aderhite 那種名字 那種名字 給那個盜世有件事想問你們 不,那又不是這樣 應該三個都會問到的,你們住在哪 哪裏的宿舍 那裏? 那裏? 那裏有老婆嗎? 那裏老婆已經死了 那裏是嗎? 離校園之前你們住在哪裏? 這麼奇怪 你們在...什麼? 雖然已經在某隻口中聽說過 但這個光景真的很有衝擊性 在困惑的我們背後 大小姐兩人都和困惑的聲音低語 都是小聲一點 其他想問的是 為何要晚上上學呢? 對他們來說現在是早上早 對他們來說現在是早上早 看著驚訝的我們 風略他們露出了網言的表情 當然他們都完全沒有意識到 自己說的有多奇怪 其他想問的是 日後做些什麼? 不是說五幼 五幼? 是覺得現在是早上 時間點... 零星是你野之學生 在我們揮手道別之後 回到教室 等他們離開後 大小姐轉向我們特查成員 打開了話教 不是 他們是有夜晚的概念 但他們不覺得現在是夜晚 畢竟被人稱為夜之世界 他們會不會是從另一個 就夜 顛倒的世界過來 其實這個也不是重點 重點是他們的世界 就是只有學校 這麼小? 好奇怪 其實我們知道一個很可能 是那個理由的事實 天平流離學員 每晚把夜之世界 召喚到這個校舍裡面的真正理由 是為了製造一個夜之世界 到來的時候 才會跟我們世界 短暫相接 夾在就夜間特別的空間 校園在那個特別的空間裡面 存在著 保存著高神道的魔力結晶 拉茲莉特的血石 但我們當然不能把這麼具體 告訴大小姐他們 所以只可以歪著頭 扮傻 唉 鬼智 還要繼續 雖然想他絕彈放他自己去任意調查 都很恐怖 正當我跟某智的眼神交流的時候 管家開口 唉 有種不好的余感 這個粗暴的口氣絕對有 唉 又來 又來 這傢伙又開播 唉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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就知道了 沒有給他任何反駁的時間 被人扁到一文不值的大小姐眼紅 臉 臉 臉眼看著變到通紅 淚水都在眼圖裡面打轉 這個到底要怎樣算 唉 好了 向優勢他們確定意見 問管家有沒有一起去 陪你一起去 唉 真是 好啦好啦陪你去 嘩 真是哄小孩子 好啦好啦陪你去 做什麼 看著碗面通紅 稍為陣斗著大小姐 不由的幫她打了圓場 神經病 對 很在意很在意 知道了我會陪你冷靜一點 管家一臉平靜心心去他們閒一禮 這傢伙 唉 無所謂了 真是你想怎樣就怎樣 都哭出來 我們一同行動的事 終於一點點被人敲定了 帽子擺出一副高難的樣子 面無表情看著這個光景 然後 失礼 笑死 這傢伙 眼角還帶著眼淚 大小姐沿著走廊小跑離開了 表情太延至 管家就在我們道別之後 加發腳步追過去 正當我這樣認為的時候 遠處大小 突然停下腳步 像我們這邊轉過來 是不是想行禮 對 對 對 說了這些之後又轉身走遠了 即是說禮貌守規則 剛剛說了分家出神 大概是親戚才會僱傭他 偶像搖著頭眉眉嘆休息 非常不本意 確實有興趣 也是 都是 那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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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有問題 這羊 不同的 唉,第二招 平安無事地天亮平安無事地上學 那個人是找不到什麼要出事精少的早晨 為什麼這兩個人會出現,關這兩個人事 唉,早晨 到達教室附近的時候,黑谷珍妮和吉田素外在後方小跑追上來 陌生人 似乎已經被傳開了 都難怪北京昨天他們大搖大把在學校走來走去 喔,那兩個人 對,到底是男人還是女人來的呢 他是女性,女性配音的 但他的身體也像男人 不是男的嗎 那個,老實告訴他們到底好不好 但說了又說了,迷品之旅都是不要具體話給他們聽比較好 所以... 怎麼算呢 其實是秘密組織的特工 校園將是校園 秘密組織的特工就是棄了他們 其實是秘密組織的特工 一火有興趣的完全上吊 為什麼一點都不懷疑 明明是這麼神經病的發言 他真的相信 本來打算扯開話題用這個 他真的相信 他人們都是學校的客人 那些人都是同學 那些人是學校的客人 那些人是宇宙人捕獲 那些人不是宇宙人捕獲 那些人不是宇宙人捕獲 那些人就來自宇宙人嗎 你都不小了 你都讀中學了 還有這個想法 那些人是宇宙人 那些人也不小了 那些人無人 那個...不好意思 想不到你這麼輕易 相信 那些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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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心情很輕易就恢復了 好像是很有名的老字號香水創家大小姐和管家的樣子 很基本啦游泳池的家裡 大部份人都是這樣 古風啊 有一個哥 小太郎怎麼知道的 居然是這樣小太郎是給刺子用的 蛤不是這樣是滿流 蛤不是自己的真名 實際上那個不是我的名字 真正的滿流 雖然小時候很可愛 但如果現在都說可愛的話 不是 說了會夜滿流生氣 所以我還是不要說 可愛? 認不認同可愛 他小時候 怎麼了? 什麼? 我內心正敲了這些時候 旁邊的夜宴正薄味忍著笑 你看看他的CG又真 因為這傢伙知道 我不會是我的真名 蛤? 難道我會沉默不語 令他誤會了 怎樣? 為什麼這麼多選擇 我明白的 沒問題 小太郎這個名字有些男性的感覺 扯開話題 算了 沒有的 我覺得很小事 認了他 那個我明白的 沒問題 很慌張 想要幫我打完場的吉田 做一個苦笑 即是說 這個名字的發音很容易被人這樣感覺 那個叫做一個弦的 一簇 換著快速接近的腳步 渾村的聲音都傳了過來 但這個情況 發生甚麼事 他臉上表情嚴肅到超乎尋常 事情估計都不會花, 於是我和阿宇立即跟著他後面 每時幫我和老師轉打的情況 將黑谷和吉田的聲音跑到身後, 跑過走廊衝到台街 全力追著雲川背後奔出校舍後, 向著武點去過的方向跑過去 出現眼前校園的西宿 寫流 說你播了這麼激烈的背景音樂 看來莫子座的道友已經在那裡等著我們 發生什麼事 又來?很基本的, 基本操作 偏偏這種麻煩的時期, 發生的事件 我都在後悔, 早知道不勾那麼多罪 仔細想像那種樂觀的意想, 連一次都沒有中過 在這個校園裡面 是啊, 我也是, 裝華這麼奇怪 啊, 畢竟我們都是東宿社, 有什麼不一樣 西宿和東宿 西宿的方法, 量性的人數是少了 我也是西宿內, 先進入西宿內 所以, 具體的差別是分明 神秘的所謂西宿社 啊, 丁, 藥才可以封了 但是不color 中在夜 道到夜, 門上也沒有 啊, 才是 啊, 外出禁止 啊, 出手禁止 一旦下座都可以出來了 東龍 全部人都是東宿社這麼奇怪 因為夜之世界會到來 所以一般學生放學之後 要馬上要求回宿社 到第二天早晨之前都禁止外出 大概因為這樣導致了兩個宿舍之間沒什麼來往 於是純粹不醒學生變威 她剛剛說自己進去一次指的是這件事 OK 她感覺到什麼 她是一個魔女 直覺非常敏銳 如果有什麼奇怪的魔力在此作用 她應該會感覺到 正在這裡聊的時候 我怕是在西宿舍回來了 蛤? 零案七曉不出 這個小子 什麼意思? 就是說 很直率很可愛 肯定是這個 肯定是很直率很可愛 可以強化為品 沒有魔術抗性 很失直可愛 什麼意思?沒有魔術抗性 那個是指摩術抗性 貌子好像是有 那她是不是沒有 我也是這樣 我也是這樣 在這裏 只要是獅子賀谷 才能感覺到 才能感覺到 所以 我們也沒有 魔術抗性 對 對 魔術抗性 並是指稍為可以防衛 來自他人魔術干涉的能力 她的幽毛似乎是刪下來已經確定了 話雖然來說 這樣都是指下 比沒有抗性的人 對魔術的承受能力 稍為強一點 並不是可以令魔術完全無效 德查聖元 裡面具有魔術抗性的人 只有某子一個 以此相對 其他聖元擁有的潛在魔力 比某子有更多的優勢 即是等價交換來的 不過說開又說 麗塔說 我既沒有魔術抗性 魔力都照近零 都是 真廢 我們是只玩看實的 看實之達人 也有可能只是偶然被附近發動的遺品捲了進去 這集比零的感覺 儘管上課是零星組又向了 但既有遺品捲走的可能性 那現在就不是偶然搬學的時間了 拜托附近的風紀委員 幫我們向教室傳話之後 我們向圖書館走了過去 嘩 BGM馬上舒服了 之前那個很緊張令人 看到我們每一個人都是念色沉沖 嗯 麗塔露出了疑惑的神色 對 將西宿舍學生的事情話給他聽 之後麗塔抬眼 向天花板望了一會 之後回答 嘩你真是電腦來的 這麼快 好多 而且 零等 一輩子 零等 有很多種 例如,魔術大型的獅子型在同樣情況下 嘩 這麼輕鬆就可以自換一件遺品了 到最後感覺是沒有太可能鎖定遺品的範圍 即使分開巡邏做事 唉 只可以地毯式搜查 雖然連遺品生成什麼樣都不知道 真的很棘手 但都只可以去找 繽紛兩路我們開始搜查 但是 大海撈針 最後肯定找不到 拼命搜查都是徒勞 一直到野之世界光臨 都沒有任何信展 既沒有發現好像遺品使用者的人 沉睡的學生都沒有醒來 的確是 去西宿舍巡視惡機一行都毫無收獲 所以他們現在都在跟我們分開行動 在宿舍巡視著 但到現在為止 無論哪路都處於遺品影子都找不到的狀態 一個人自然自意的某隻突然停下腳步 大小姐主伏兩人發現了我們 向我們打一聲招呼 他們似乎在搖望著野之學生上課的場景 這兩條肯定來煩吧 唉稍為有些情況 感覺會被人追問不佑 所以某隻隻將重點簡單地說明 他們肯定又說要幫忙 肯定在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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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講起魔女以外的人進入召喚野之校園的巨大魔法陣似乎都會昏迷 但暈倒沒有醒學生只是普通在房間睡覺而已 時鐘塔 管家維持住裝 禮裝端正的態度面無表情的提問 對話 講話對象不是大小姐 姑且都會用勁語的 這傢伙 時鐘塔做什麼 定一提氣 哇 你爆了出來 不要這麼爽快說出來 原 你真的麻煩 你爆了出來 那不其然引起了他們的興趣 即光為事 原還是掩蓋了自己的嘴 用眼神向我指道歉 先日 我們在前面突然出現了扉 那是嗎 他可能記得 這傢伙果然很問蕊 在我們思考怎樣回答的時候 大小姐似乎已經把這個沉默視為肯定一副滿足了的樣子 不用擔心他們硬進去 應該沒問題 這樣說完 好像昨晚了幾秒 好像在考慮什麼 但很快又送了送劍 今夜一旦 休息一下 大丈夫 你不休息 打算通宵找 對 休息一下算 媽 都是 300個以上 雖然面對這麼多數量感覺要暈倒 但實在沒辦法 最終在和惡機像他們會合之後 我們決定暫時休息 唉 真的令人頭痛 稍微沖了個量 洗了身上的汗水之後 馬上就轉入氣鍋 畢竟如果今晚發生什麼 可能睡不久 就要被人敲門聲 吵聲 必須要趁可以睡覺 馬上睡多些 不過到底是什麼 為品來的 已經用了這麼大的功夫 去找大都沒找到 是說他還是被使用者拿著 如果是這樣的話 想找出來就很麻煩 果然應該 我茂子所說 把那300多個遺品 好好調查 起碼確定外形 要不然沒辦法找到 哎 要快點睡 怎麼了 做什麼 發夢啊 這是一日五十個限定 幻幻之座 這是一日五十個限定的 幻幻之座 這是八季限定的 這個珍品 搞什麼 因為實在太惹人喜愛 手不知幾時押著叉子 才享用起極品的甜點 充滿幸福的味道 好吃 這個甜點 很久不見 啊 這裡也有 Hotel Highball English T-Set 等一下 我現在可以吃 我先吃 前面 我先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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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那邊那個人 不知道什麼時候 九個關在我身邊出現了 為甚麼是茂子的夢中 可以感覺到自己發面 用經營的速度 轉爛同透了 面對方連的我九個關 保持冷靜 一念認真地說到 血糖會上升 即是嚇到醒了 哦 那個遺品 全 oh shit 我明白了 是不是那個遺品 令到全家學校的人 發夢 是在那邊 有什麼白色的賊 怎麼飄了過去 那個是之前全民曾經登場過 據說到旁晚時分 在學校徘徊的白色人影 那個謠言裡面的幽靈就在眼前 白色幽靈飄飄蕩蕩 向走廊深處飛了過去 是幽靈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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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會見到自己想看到的東西 每個人發夢都會夢見自己喜歡的東西 現在的情況是 但是為什麼只是幽靈才會 會有些這麼衝擊性的事實 慢慢睜開眼 發現整間房間到處都是幸福的化身 不是到處都是貓 有阿 現在的 現在的 和偶也 是幽靈 和偶忍 會 是幽靈 是幽靈 也會 是幽靈 是幽靈 可愛呀 可愛呀 猫竟然很可愛呀 這個髮型…這個感覺… 啊…肉球也… 呢? 娘子可愛呀 對呀 純ちゃん 猫竟然是私服的生物 呃…あれ? 純ちゃん… いつのまに… 他夢中是幾間混合的 可愛いな そうだな かわいい よしよし そっちの猫さんもおいで 爸爸? 媽媽? 個個都發到些開心的夢 一邊欺騙著老爸寬大小 一邊欺騙著媽媽 好美的手到處一走 おさんぽ おさんぽ 一邊欺騙著老爸老母的手往前 走一邊抬頭看向他們的臉 太陽阿公閃太過耀眼 看得不太清楚 かわいい ねえ いいお天気だね 難道素愛是一個孤兒 難道是老爸老母已經過了身 但這些場景完全是這個感覺來的 因為沒見過老爸老母的樣子 所以… 只靠幻想所以看不清楚 這個肯定是… 呃…變盤啦 肯定是… 阿丸 特に事件もありませんし 偶然過這種平和日子都不錯 え こがくんもクッキーどうぞ 肯定是阿丸的夢 哦 多謝 なんか今日は… 二人仲いいな 嗯…這個真的好吃 本当ですか 私が焼いたのですが 呃… 真是好聰明阿茂子 好好吃喔 ありがとうございます 嘩… 牛尾さん嬉しそう 都是做夢來的 永遠不會見到的現象 這個是 屌… 終於到靜巡 我迅速的春夏寶 會在背後拿出了符咒 符咒不騙不移 貼咒已經迫在眼前的遺斑上 一瞬間指著了她的動作 連靜巡都發夢 嘩…多厲害啊 雲川 這次有輸的 哈哈哈 這次有輸的 就這樣持續 剛才的性格是甚麼回事 因為聽到完全沒有印象的聲音 而橫顧四周 但周圍一個人都沒有 奇怪 這裡是家 嘩…家裡這麼大 我在做甚麼 是全部人裡面 只有 但不只要一個人 才會發夢回家 到底多喜歡家人 朦朧地思考 但甚麼都想不到 在廚房方向飄離 晚餐的香味 唉…其實都沒有些甚麼 都是 爸爸和我和滿流 普通的生活在一起 甚麼事都沒有 但你老爸老母已經去世了 就這樣 想要就這樣繼續下去 蛤… 嘩… 回過神 發現自己在皮膚裡面 驚醒坐在床上 流出的冷寒 令人背後發寒 心跳 瀑瀑地打鼓 保持著真開眼的姿勢 正正地聽了一陣 自己慌亂不整的呼吸聲 蒙…是蒙… 然後勁直 走向浴室 開始淋浴 為甚麼會做這樣的夢 我比想像中重要的疲勞 正憂鬱地換著校服 意味突然傳來激烈的敲門聲 OK? 搞甚麼? 為甚麼想到他出事 就帶著這樣的想法方張 打開門 做甚麼?遺品 嘩…我明白那個遺品想玩甚麼了 那個遺品就是你 留在夢裡面 因為夢裡面的光景實在太好了 寧願自己不醒來 永遠留在夢裡面 我終於解決到意思是甚麼 好幾個 憂鬱的心情一瞬間 被人丟到九燒雲內 撿起書包和樂器一起奔出了房間 跟著風機關員一起確定情況 現在已經有十數個學生陷入沉睡 就算搖也搖不醒 為了整理一下 我們聚集了一些特查婚室 真是很瘋 好了 今集的時鐘機關 殘影之記章明時就來到這裡了 畢竟好像過了一個小時了 劇情都敗化了 終於推論到了 原來是這麼簡單 我終於解決到了 我終於解決到了 那我希望 看下一集怎樣 我覺得這個維品很有趣 很有趣 又不是很有趣 好了 快樂多不多說了 大家下集再見 拜拜